有剛才的一席演講 我想大家已經很純粹了 副總統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愛台灣的心永遠都沒有改變 像現在我開始拜託各位 一定要讓這個臉書一定要讓他過 因為台灣是一個關鍵的一個時期 這個時期一定要有一個 有冷的來冷凍台灣的一個冷凍 我想我們的副總統和湯管長 跟這個副總統的佩尼宜丹 他下來之後 又在這個世界各國 又在台灣再翻譜 我想大家說看在心裡 所以副總統一定要更辛苦 繼續來年度來這個台灣 各位你講好嗎 但是小姐姐就是 連輸一定要讓他過關 所以特別拜託各位 我剛才按台中一個隔天 連老一個捷運 要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剛才我跟一個小小平老師 在那個車站在開槓 他可能去聽說 他要來這個漢房 這個十二大這個活動 結果問問說 你們怎麼會有連輸書 結果小老師裡面 他已經換了五百分的連輸書 就是一個人連輸的 拿來這個交給我 他沒有空白的 剛才我上禮拜二 我去李副總統的研究室 剛才出來的時候 我本來在心裡說 我如果在那裡拿空白的連輸書 我這樣我就不用再去撐 剛才我拿幾十斤的連輸書 放在我的包包 我今天台來 我剛才把他講出來 說那裡有連輸書 所以拜託各位 我這個經驗就是說 拜託大家 等一個連輸之後 還拿空白的連輸書 當時帶在城區的 就要寄你一個油漬 要寄回來的地劑 那地劑裡面 可以寄在我們的 副總統的研究室也可以 研究室 那個中國也可以 寄來這個 我們的肌禄島的 中國的地劑也可以 所以可能要做一個事情 第一個 寄一份空白的連輸書 第二個要寄一個 連輸之後 要寄回來的地劑 寄這兩個人 這是我當時的地劑也來得 不得了 結果我的香港